过去 未来 在哪一刻已经和解了 我们的故事 出了第二册 来自杨阳换了出版社 之前那个结局 不好 被作者以为是白作 虽然说悲剧结尾也许更白做 但是主角们不会快乐 还在 写着这则甜的丧子后的谎 我爱你 总是祝福出现 想你了 更是每夜都有 作者文笔真的不太行 老被人嫌弃 写的歌词 脏话太多 还啰哩啰嗦 也许雨天 让你的心情美意 忘安你 天他总会 年轻的我也 永不会离去 白昼 黑夜 颠倒的我身体有点受不得 有懒的我 缺想你 想和你在一起 真是 好吗 像是天鹅肉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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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表现 真的是最极端的状态 又却给你带来了不安全感 对我有反感 是问谁最难 也许时日我不够承受 不够了解自己 多读一些爱情小说 一切会好吗 我想你想到甜蜜 想你一起看后半生的轨迹 虽玩具却甜蜜 很混乱的东西 在占据这关心 消灭它用咒语 现在就得说一句 我爱你 过去 未来 在这一刻竟何解了 我们赶紧时间 时间不因为人继续 肆意篡盖我的噩梦 但是不要 回头 过去的事都是属于过去的 那个夏天已承载了太多 答应我要放下一切内疚 这个春天牵连着一场梦 梦醒时分痛苦伴随眼之 Faithful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